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我现在刚刚辞职 然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过去一段再找工作 那这个小飘里怎么说 他不信任你 什么晚上飘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两个是别人介绍 我认识的嘛 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拿话点过他 我说现在好多女孩 都抽烟喝酒 他当时说我现在不抽烟 但是我接受不了抽烟的人 说就是他有哥们 就是那个抽烟 抽烟抽得挺行的 上他车里面 上他车里面抽两根烟 他就觉得特别翘 所以他绝对接受不了抽烟的人 然后我就没有再说什么 然后就是我们俩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本来就是抽烟的人 就是戒烟其实说实话 就是挺费劲的 我得三四个月了才发现他抽烟 然后我发现了之后 跟他车一长谈 我跟他谈了一宿 基本上是谈了一宿 你这个烟你可以就是慢慢戒 但是你得戒 但是谈完之后 效果一点也不好 第二天早上他就又抽了一根 现在还抽吗 不抽了 不抽了就好嘛 我觉得咱们两个整个的这一个关系 是从头建立在一个谎言上的 你还敢说谎言呢 你千万别跟我说谎言好吗 你就没有谎言你就没欺骗过我吗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啊 你自己说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你自己说 你那个高中朋友给你发断 现在是啥 我告诉你主持人当时是他开车呢 然后那个我在副驾驶坐着 他的那个女性朋友给他打电话 我不知道他是开车是不方便接呀 还是我当时在场 反正他当时他是密集 然后那个女生就发了三条信息 第一条是宾宾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第二条是宾宾我好难受啊 第三条是宾宾我好想你 来你给我解一解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你 他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 我们两个是从高中开始就就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过 就是说进一步的想法 要不然也不可能就认识你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永远都是普通朋友 但是你说因为因为你就不要跟别人 普通朋友你没有个限度吧 我问你普通朋友是不得有个限度啊 什么样叫限度啊 我们两个聊天至少没赤裸到 像你跟你的朋友那样互相发暧昧的表情这样吧 我那只是看一个玩笑好吗 你要知道90后的时间跟80后的时间 你根本就不懂好吗大叔 我也差不多90后 我89年就差一年 我们之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都只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像我们根本就不见面 你广说不跟他们接触 那你一天天天晚上 你自己喝酒喝到后半夜吗 你自己喝酒喝到一两点钟吗 我喝酒那人才见你感情 你懂吗 我喝酒很正常 不不不他跟谁喝酒啊 在哪喝酒啊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承认我确实是就是 经常处于喝酒上酒吧 但是首先第一点是这样 我的我的职业是化妆室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 化妆室跟去酒吧有什么关系 有的时候我的顾客会要求拍夜景 拍完夜景大概也就是十点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化妆室跟摄影室也挺累的 然后就是我的那个 咱们处理去放松放松 然后直接交流一下妆面上的技术 你们一喝就喝十瓶八瓶的 你之后怎么交流技术 十瓶八瓶那我不是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吗 我上班已经挺累的了 你有多大压力啊 天天出去喝去啊 反正我刚才我就是这样的事了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 我承认我现在可能 就是说一个月三十天 我可能会处理喝二十天左右的酒 然后每次就最低可能不低于七八平九 然后一安我也会愁 我承认这一点吧 是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九龙号 我只有二十一岁的这个年龄 我觉得我需要自由 在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就肆无忌惮地去疯狂一把 不然就情况下再等几年 我就已经老了 我没有这个时间了 一个月就疯狂二十多把 哪是一把呀 我人家年轻 让你抓紧 但是你说我这些事情 我跟他说的这些事情 我也都是为了他好 也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 也是因为你说你可以疯狂 但是你在疯狂的同时 你现在已经有了另一半 虽然说你没有 咱们还没从同一个家庭 不是 就是至少你应该知道有一个人在等你 那你的话 你就不应该每天都玩到那么晚 我并不是说反对你出去喝酒或怎么样 我也从那个年龄过来的 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年龄出去喝点啊 玩一点啊 很正常 但是你毕竟跟别人不一样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第二 我就是以前疯狂的时候我也没这样 是 我承认我是有男朋友 首先第一点 咱俩现在结婚了吗 问你呢 结婚了吗 没有了 你有什么态度的资格去管我呢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喜欢跟你结婚呢 你是我合法的管理人吗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是我男朋友 我承认这一点 我也在很好的跟你过日子吧 但是你说他就是 所有的事情 他就想就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跟家庭主妇一样的 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去做到那样 因为我的年龄平均的话呢 我觉得我应该处于适当地去放松一下 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觉得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 对吧 对 你爱他 你爱他吗 爱 你爱这小子什么 又管你 又讨厌 跟你 你刚才我如果没听错的话 你叫他大叔你知道吗 你说大叔我是90后 你是80后的大叔 你喜欢这大叔什么 你跟我们说说 就是说实话 我没有想过就是说在21岁这些年龄谈恋爱 然后根本就没有做好去 怎样去做好一个好的女朋友这样的身份 然后就是在我过生日和在亲人节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感动到我了 就是我们两个是别人介绍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外地做化妆师 然后他就是去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去找我去 然后当时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他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 让我出门 然后我一出门他就在那会儿呢 然后来他第二天他就走了 第二天是我生日 然后就有一个蛋糕店的一个老板 然后就说的那个你好 那个空中期在这里工作嘛 我说我是拖着你蛋糕 然后说实话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我的一星朋友挺多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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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时就是那个蛋糕送来的时候 就是我给我打了那有十多个电话 我给我所有的一星朋友打电话 然后他们都说不是他们送的 然后我才给他打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蛋糕是他给我买的 之前我一直都在认为 说我其他的男性朋友给我买的 哦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就哭了 就感动了 就现在说几件事还感动 哎 你是得多缺爱啊 姑娘 就是一个认为我青春 我奔放 我热爱自由的一个女生 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男孩喜欢他 其实真喜欢他的 或者说真的想为他动心的 只有这一个 因此你想在他的身边 对吧 但是你又丢不开那些异性朋友 或者同性朋友 带给你的所谓生活的刺激和乐趣 就像你说的你要疯狂一样 对吧 好了 unting手 除了 让我希望 vain 八章 一